各位又回來了 今天要說什麼就是這位女士 新任的海關關長何佩儀 先說一下她的身份 她除了是一個官員 現在作為紀律部隊的重要首長 她同時是一位太太 她的丈夫是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也是前任海關關長的曾國衛太太 她兩夫妻都為政府出力做事 她自己也做海關關長 話說她就任時出來見記者開記者會 對於海關來說首要大事 當然是最近的走私案 她在記者會上提到 早前一個女海警 不是女水警 在緝私的時候 意外信職 這個對於紀律部隊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也是嚴重地損害了紀律部隊的威嚴 所以現在海關關長 第一件事出來說話 當然要評論這件事 要說自己多麼重視 大家可以先聽聽她完整的說法 這個說話的內容 因為出了很大件事 現在上升到國家層面 大家可以聽聽 因為最近大家都有留意到 我們和內地海關合作打擊 一個走私龍蝦的潛火 事源就是因為去年10月的時候 內地就對澳洲實施 澳洲龍蝦實施更嚴格的 檢驗檢疫的措施 因此在11月 澳洲已經停止對內地輸出龍蝦 所以澳洲龍蝦沒有辦法 正途進入內地 但是走私集團 就會利用這樣的時機 首先將龍蝦在澳洲空運來香港 然後放在倉庫 然後等機會用快艇走私到內地 所以其實表面看來 一單普通的走私物件 就是走私龍蝦 但其實這些走私行活動 就是會破壞國家對澳洲 實施這個貿易限制 所以打擊這些走私龍蝦活動 就是維護國家安全的 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要主動職業去做 大家都聽了 好 剛才 何佩儀 記者會的說法 他說 其實打擊走私澳洲龍蝦 其實這是牽涉到 國家安全危險的問題 第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會立即有個自然的反應 就說 哇 這是什麼龍蝦很危險嗎 其實昨晚大家在那裡 Facebook做share 就說 現在龍蝦很危險嗎 龍蝦是恐怖分子嗎 現在龍蝦是否會怎樣顛覆國家 是否會刺殺領導人 大家就在那裡笑這個問題 澳洲龍蝦有沒有這麼厲害 現在說一支旗 一句口號就說顛覆國家罪名 現在連龍蝦都顛覆國家罪名 那這個就笑大人的口 但是 其實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評論這件事 我就是嘗試跟大家去 用多個角度去組織和評論這件事 這句話 第一就是好像剛才說的網民的想法 最自然的想法 就是你的國家是有幾不堪 可以連吹也都連龍蝦都可以破壞你的國家安全 此為其一 其二 我在旅警出事 不久我就發了一個Postman 我在節目裡 大家有聽到的節目都記得 我就說 為什麼旅警 會出事 要一個人對著 十幾隻 或者數十個 走私大飛的船隊 為什麼它會有這樣的下場 因為政府不重視 為什麼政府不重視 因為那些走私的人 他沒有犯國安法 他沒有掛念 他沒有掛念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 所以政府不重視 我講這句話 其實我就是 帶諷刺的性質 來取笑這個政府 就是 這個政府 施政的取態 不是 所有事情都不及去打擊 違反國家安全 所有精力都去 打擊 都是要維護國家安全 打擊異議分子 這個我是一個氣躍 我猜不到的就是 可以一個官員 代表政府的人 可以將這種 我本身想著氣躍的一些笑話 可以堂而皇之 去對公眾 去講解 這個是幾個沒有面子的事 你怎麼會說這件事出來 第一 就是說明 這個政府是廢的 你不犯國安法 我就可以不理你 但如果你牽涉到違反國安 我才會做事 這個政府一向都廢的 是不是 海關 你的工作 首要任務 就是你要 自己維護自己的邊界 譬如沒有人會有違禁品輸入 或者就是關於打擊走私的問題 是不是 這些是你本身 職位上面 這個是你必然要做 是你的責任來的 不會因為有什麼其他因素原因 所以你要特別重視 本身你就是要做這件事 是不是 你吃飯 吐氣 喝水 人要必然做 必要做的 你不是為了 譬如 溝女 所以你去喝水 你不會為了 你想要發達 所以你去吃飯 吃飯 喝水 吐氣 這些是必然要做的 主持是不會分的 不會顛倒的 但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喂 你將你本身自己要做的責任 自己沒有去做 你可以跟別人指揮你 為什麼你會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你說 我現在做 我現在是因為國家安全而做 你將主持顛倒 更加突顯就是 你平時根本是不能做事 你從來沒有重視過走私活動 這個犯罪活動的問題 要別人拿出國家安全的 你才會說 是呀 我忘記了 我原來要走 要打擊走私 你說會不會荒謬 那就是你過去整個部門 你做什麼 你是不是師位掃餐 第三 你這個政府部門是做海關的 你是要 就是做剛才我所說 邊境安全 各樣或者打擊走私 要針對國家安全的 有沒有人去違反國家安全 顛覆國家的這些行為 是由國安處去做的 你現在說走私活動是犯法 他犯什麼法 他是犯了海關的相關條例 即是未經批准的方式 去輸入或者輸出這些貨物 你是犯了海關條例 還是犯國安法 如果那些走私活動是因為犯 如果走私活動 其實走私活動是沒有錯的 但因為他們是違反國安法 如果性質是這樣 做法又不一樣 打擊走私活動 就變成國家安全的 所以美國政府會被選擇 和國安處的責任 從邏輯就是這樣 海關不能幫忙 封用《蘋果日報》 因為《蘋果日報》 沒有需要走私 因為違反《國安法》 正如 譬如有人拿一大箱的iPhone回大陸 那國安處不會拘捕他 因為他只是走iPhone 他不是叫口號 是不是 這是邏輯問題 但是你海關現在說打擊走私活動 是因為他犯國安法 我要維護國家安全 而你首要的不是要打擊走私 你海關現在是不是越左代跑 你超越了 或者脫離了本身自己有的任務 你過去的成績是怎樣 有目共睹 水警出事之後 警方食環聯合反走私掃龍股貪貨櫃 檢幕六十八季的凍獄 建了五架快艇 只有一個人 即是一個人可以管理六十八個貨櫃和五架快艇 你媽媽 臭屁 那個人應該很厲害 不是特異功能人士 應該很像 Professor S或者磁力王 兩隻手舉起 六十八個貨櫃就在空中轉油擺位執貨 這樣 五架快艇就遙距控制 用Professor X 用老波控制 控制五架快艇來送貨 這樣 拘捕一個人 這個就是過去政府的往績 還要出事之後 拘捕一個人來頂數 你老母臭屁 我不想說髒話 我說髒話不是辱罵 而我真的很佩服那一男子 你明白嗎 那一個人實在太厲害了 我是由心出發感到驚訝 原來一個人可以做五億生意 真是打工仔的一個榜樣 可以一個人做到那麼多事情 或者創業人士來說 雖然他是在做一個犯法的行為 但他的能力對於創業人士來說 這個真是值得學習 怎樣一個人可以 控制一個走私集團 用這種能力的話 真是 放在正確的地方 真是國之重器 這個真是厲害 你想想 這個就是政府過去的態度 和效率 現在要糾正過去的 執法部隊的漏襲 這些腐化 你要講到要用國家安全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項目 你更加突顯的是什麼 這個政府已經是腐鬧不堪 尤其是這些紀律部隊 執法部門 原來不講到國家安全 原來是廢的 不做事的 海關平時沒有反走私 走私龍蝦一直存在 然後我就想起 是啊 要牽涉到國家安全 我要反走私 我才記得原來 我要反走私 而我反走私的原因 是因為對方 犯了國家安全 我還不支持你 你說可笑不可笑 我本身是說 本身我在節目 或者Facebook開post 我說這個 說因為 走私分子沒有犯國安法 所以就不拘捕 我本身本身這個是棄弱 是黑色幽默 我猜不到 一個政府的官員 海關關長 是會這樣說出口的 好了 現在牽涉到 有什麼事發生呢 澳洲要求當局說明 為什麼澳洲要求 中央當局去說明呢 因為當初 十月的時候 是有說 數千噸的澳洲龍蝦 是滯留了中國的停機瓶 那時候 是清關延遲 中方的說法 就說 因為要檢查這批龍蝦 因為擔心裏面 有重金索 和說龍蝦 可能不新鮮 不達到中國的食物安全標準 你要知道龍蝦 即使雪藏也有保質期 因為七十二小時內 都還在維持 所以 就不能夠食用 所以 到最後整批貨 就要扔了 澳洲方 被人截了批貨 虧了大本 澳洲方 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檢疫 和食物安全標準 才出口 澳洲方就堅持 我們沒有什麼 損害人體的重金屬 在龍蝦裡 食物也很安全 沒有變壞 沒有變質 但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就說 這個是中國海關對龍蝦的依法檢疫 是為了保障消費者 那大家信不信 他說這個呢 他說 這個是為了科學的理由 不是玩你們 這個是為了科學的理由 但是 當時發生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索源報告 世衛索源報告 澳洲是贊成 作第二次的索源 其實大家有跟進過 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因為澳洲站在美國那邊 其實 這個 再加上 譬如新疆問題 香港問題 澳洲有份發聲 所以中國 其實已經是多次 藉著 貿易的制裁 譬如葡萄酒 等等農產品 都對於澳洲 實施禁制 當然他就說 又說貿易 又說什麼傾銷 中國不會有自己 土產紅酒 或者土產龍蝦 你怎麼傾銷啊 大哥 你本身都沒有 人家是專門出產的那些 那你怎麼可以指責別人傾銷呢 這些 即是 即是 說法就任他講 很明顯 就不是這個理由 但是 中國外交部 他都不會說明 因為我現在不努力你 我現在是因為政治原因 不讓你的農產品進來 他不會這樣說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 就牽涉到了 就違反WTO的標準 就是 這個世衛組織 因為澳洲可以藉著 向世衛組織投訴 中國違反 作為世衛WTO的 世貿WTO的會員義務 你進來都不會做生意的 你搞政治 就像現在 鄧炳強指責蔡英文 說你搞政治 喂 中國進去WTO 不是搞貿易 搞政治 用來 破壞了貿易規則 第二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中國和台灣競爭加入CPTPP 因為 大家 台灣 如果進去 就會變成一個準國家狀態 會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中國很不努力 所以現在要競爭 如果中國比台灣早加入 中國就可以用自己的一票 或者發揮影響 不讓台灣加入 但是現在 人家 CPTPP 發現 原來你禁制澳洲龍黑 原來是因為政治問題 而不是貿易問題 他不會讓你加入 他會拿這個來做理由 現在就是 澳洲 駐瑞士日內瓦 世貿總部代表 週四 他們發一個嚴厲的聲明批評 中國實施破壞性的貿易措施 導致 包括龍蝦在內 十多種貨品 是無法出口至中國 就因為 何佩山 上任的時候 說了這一番話 OK 有很多人說 何佩山可能表忠 表忠出出大禍 就像鄧炳強 他就說 你不是分裂國家 你幹嘛要慶祝雙十節 但是 習近平 剛剛 沒多久之後 就去 慶祝 一百一十周年的 辛亥革命 這些也是 拍錯馬屁表錯情 何佩山 又是拍錯馬屁表錯情 冷靜 將龍蝦問題上升到國家安全問題 是不是一種 拍錯馬屁的做法呢 這個可以是其一 其二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叫做佛樂伊德色雪漏鳥咀 有一個說法叫做佛樂伊德色失言 佛樂伊德大家應該就熟悉 他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也是精神分析學者 可以說是精神分析學的始祖 佛樂伊德 其中一句分析和名言就是 有一個創建 叫做佛樂伊德色失言 或者是雪柳鳥咀 那 如何為之佛樂伊德色失言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我現在跟他做的 然後我也是一個公子 有一個機制 我們有些試試 我們有些錯誤 我們有些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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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失誤 有些人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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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魯布殊 魯布殊在演講的時候 那是1988年 他在俄洲進行訪問的時候 在電視直播講農業政策 他講了很多事情 我們經歷了幾次的挫敗 這個可以表面上純粹說錯話 但從佛樂伊德式失言的精神分析 人如果越是極力迴避 或者壓抑某一件事 他就越是容易說出口 越容易說漏了嘴 譬如當我說 我不想想起不極紅 當我下這個指令的時候 你們作為聽眾 或者我自己說 腦裡第一時間會想起什麼 就一定是不極紅 因為我即使說 不要提起不極紅 人的自然反應接收到指令 第一時間問什麼是不極紅 老自然會反應就是一隻不極紅 譬如 我越是迴避說 反對港獨 我心裏面 就越是會記起 港獨是什麼回事 越是我宣傳反對港獨 接收的受眾 他的腦海受的指令 必然第一時間是什麼 想起這個世界上 是有港獨這一回事 又好像現在 老布殊這個講話 為什麼他會無端端說 性愛呢 因為他極力 因為他出席國際 這個公開場合來的 他不可能在公開場合說 性愛這件事 但其實他自己滿腦子 或者他有很大的性愛抑 注意 在佛洛伊德 這個心理的學派裡面 佛洛伊德的 例如夢的解釋 各樣等等 人有很多心理的疾病 存在於因為人對性愛的壓抑 可以概括地說 佛洛伊德 對於精神分析的解釋 有很多心理的疾病 是源自於性愛的壓抑 或者性倒錯等等 都是這樣而來的 佛洛伊德 因為性對於人來說 在基因裡面 在意識裡面 是一件很重要的守衛的事 因為人都是動物 但是因為人經歷過社會的規範之後 不會將這件事宣諸於口 不會公開 所以成為了禁忌 但是人始終會對這件事有學求 正如老布殊會學求性愛 但他不可以說出口 他要壓抑 但問題來了 佛洛伊德式失言 你越是想隱藏那件事 你越是想做那件事 但你不讓人知道 你越是說漏了嘴 那怎樣去帶回 這個何佩儀呢 就是了 何佩儀現在新上任 他本身是要打擊走私的 但問題 這個是不是他真正要做的責任 這個是不是他新上任海關 他受到任命的時候 他的主子或者他的話事人 給他的命令 你要打擊走私呢 還是還是另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這個重要任務 是不可以宣諸以後 你要做 但是不可以說出口 何佩儀可能是因為這樣 他知道自己上任 其實他要做的 是防止人家顛覆國家 是要打擊異議 不是首要真正要做什麼 海關應該做的責任 但是 但是 國家安全問題 他不可以說出口 說出口就黃 黃了就被人抓把柄 被人抓鞭子 正如這個 貿易的制裁 貿易制裁應該是講科學 講檢疫的 但實際呢 其實是為了 向其他國家報復 但這個不說出口 但你實際要做 你受了這個命令 你覺得很重要 就因為你極力想做這件事 但是你又要壓抑 不可以讓人知道 結果在意識的底下 你做了一個行為 這個就叫做佛洛伊德式失言 或者叫做佛洛伊德式 雪漏了嘴 是雪漏了嘴 講了背後的底牌 現在世界不會有人再相信 特區政府這一個 整個官僚系統 政府頒底 會好像港英時候 那些公務員的培訓 那種叫做什麼 工具理性 一個政府之所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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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高效 譬如 港英的時候 因為公務員被灌輸的是 工具理性 簡單來說 為這件事 我只是想做好這件事 做好我職權裏面要做的責任 我是掃佳的 我就會掃佳 我管房屋的 我就是管房屋 我管治安的 我就是管治安 我不會因為管治安 所以我去搞房屋 我不會因為搞房屋 所以我去搞治安 因為大家職權不同 不會過界 也不會越權 所以有分權 也不會有人信私 或者以權謀私 或者有極權的產生 因為大家 當然你可以說 只是做分內事 但是問題 這個政府架構就是這樣 這樣才來得高效 但是現在 整個香港政府 不是 從這件事看來 原來海關關長 不是做海關問題 原來海關關長 是要做國家安全 那你應該是 隸屬國安處 還是繼續 作為海關關長的職責呢 身份就變得沒有了 你做的事情 會不會緊守於法律 給你的權限 那顯然你都不會了 因為海關條例 沒有賦予權利 權力 給你 去 防止顛覆國家 去執行國安法 但現在很明顯 所有界線都模糊了 這個是 可以說 可以說 港英 製造下來的 培訓下來的 公務員體系 徹底 瓦解 分崩微色 不是因為 外面有什麼人輸入了什麼 或者灌輸了什麼 對香港特區政府作了什麼 公務員 而是 裏面的公務員 自己都不緊守職責 所以 香港的公務員體系 因而 腐敗堕落 除此以外 我由何佩山 一直說到佛洛伊德 其實也有一件 拆開的事 就是因為 如果大家有看我 有ad我facebook 都知道我 經常share新聞 其實share新聞 我不是給我的facebook朋友看的 我最主要作用 其實是自己for reference 因為我做節目 各樣 我要資料 我第一時間 我可以去 順著那個時間 各樣性 我可以 看我自己facebook的wall 那我就找到一些 我需要的資料 我是這樣用的 facebook 還有我share file 我不需要 又專門把連結 去別的地方 但當我 我要找女警 出事 那段時間的新聞 我發覺 為何我找到 我的wall都沒有 我記得 我可以說 我看新聞 都可以說 甚麼都看 有甚麼 新聞價值的 我都會share 讓自己記得 就是女警 這單新聞 我找不到 我還記得 我自己 開過一個post文 就是 我說 為何 走私團隊 不會被人拘捕 因為沒有犯國安法 我記得 我打過這段文 但我找不到 就是找到一個被 9月23日被禁的內容 那原來 那很明顯 facebook作怪 他把你的所有 相關的post 你說過的 在你不動聲息之下 不通知你 不告訴你 不警告你 不投訴你的情況之下 幫你全部刪除 那令到我 在這裏找的時候 我就發覺 我是不是記錯了日期呢 我是不是沒有打過 這篇post文呢 我是不是沒有share過 這些新聞呢 為何找不到的呢 人的自然反應 會是這樣的 不會第一時間 啊 facebook有問題 不會的 因為 facebook是公家的 他怎麼會為了這件事 刪除內容呢 但是 我的記憶 沒可能錯的啊 那這個其實呢 都可以說 是白色恐怖的一種 極權的一種 是不是 因為 本身那件事發生了 是有他新聞價值 他就是新聞 但是 因為特區政府 三番四次說 煽動仇恨 或者那些落井下石 心腸涼薄的人 那些 那些 那些的訊息是不行的 可能 政府背後 向facebook施壓 喂 現在政府這樣說 這些人散播仇恨 或者也有可能 facebook自己自我審查 結果把這些新聞全部刪除 這種呢 就是 跟 即是 去山屎書神 焚書慨餘 或者 好像那些極權政府那樣 將自己不利的所有新聞 消息 全部delete 人 你們的市民想質疑他的時候 你找不回那件事 亦都有點像萬德拉效應一樣 當你在想 為什麼我會記得的時候 你發覺 其他人寄的版本和你不同 或者其他人根本沒有經歷過這件事 人 因為社會動物 他就會開始質疑 為什麼其他人不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是不是自己記錯了 人會自動質疑 這個就是極權恐怖的所在 他不會無端端拿把槍出來 周圍射 去殺人 他對你作出的恐怖 是在你生活的細節入手 你猜都猜不到他在那裡做的 而到最後是影響到 你會認為自己 你會自己主動質疑自己 是不是我頭腦出錯了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很深刻的經歷 今天我經歷了一個很深刻的經歷 亦都是 Facebook 最近說是想改名 所以我都因為贈慶 給他一個建議 有一本書 Facebook 有一本書 的書名 是很適合他 那本書叫1984 完全貼切 好了 都分享了很多 到最後呼籲大家 Like and Share 和Join我們的Patreon用戶 拜拜